攻略对象宁愿救白瑞光的狗 也不愿意救我 我的女儿也更喜欢 他闹着要他当自己的爸爸 于是我被判定攻略失败 回到了原世界 家庭幸福事业也蒸蒸日上 直到五年后 系统半夜找到我 还记得之前攻略失败的病交女儿吗 她跟女儿闹着要见你说 见不到你就自杀 宿主就算我求你 你回去看她一眼好不好 怎么可能会不记得徐静欢呢 我刚穿过去 就被她用手铐靠在床上 我哪见过这种大阵仗 当即被她吓得头皮发麻 我求她解开手铐 她眼神中闪烁着病态的痴迷 轻声呢喃 你是我的 我要把你锁起来 所有人都不能把你抢走 就这样我被她折腾了一天一夜 许时看我还算是配合第二天 她主动解开手铐 允许我在别墅内自由活动 我没办法不配合 我是带着任务穿过来的 如果没有攻略成功 我就得死 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 要送我一个礼物 让我猜猜是什么 上次她送我的礼物 是低温蜡烛上 上次是鞭子 这次我试探到是锅链 徐静欢失笑 轻抚着自己的小妇 眼神里透露出几分 从未有过的温婉 不是我怀孕了以后 都不碰那些东西了 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以为她说的好好过日子 是指跟我结婚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 我很开心 跟我结婚 就意味着我的攻略成功了 可她却嗤笑一声 姜应成 你不会以为我要嫁给你吧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笑详娶我 那一刻我如坠冰枯 被她折磨了这么久 什么都听她的 什么都配合她 居然还没能成功攻略她 我忍不住问系统 如果她一辈子都不嫁给我 那我得在这陪她一辈子吗 系统劝我 她这种病交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你再等等 说不定等孩子生下来 她就改变心意了 孩子生下来之后 确实有人改变心意了 只是那个人 不是她是我念念 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很神奇 她刚出生不久就会笑 在她对着我哥哥笑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人生好像还有点希望 比如我希望每天 都能看到她的笑脸 为了能让我更好地照顾孩子 她取消了对我的限制 允许我自由出入别墅 允许我出门上街买菜 只是要带着保镖 在原世界里 我把自己的公司 当做孩子养 一直付出心血 在这个梳理的世界 我把自己的所有爱意 都灌注在孩子身上 后来我才知道 我被徐静欢 在别墅里灌了整整一年 那一年的囚禁 给我留下了心理创伤 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去到陌生的地方 都会焦虑到无法呼吸 我没办法接触社会 没办法上班 只能在家全职照顾女儿 虽然生活很单调 但看着女儿在我的陪伴下 一天天地长大 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虽然徐静欢 一直没有说要嫁给我 但因为徐静欢 也没有要嫁给别人的意思 所以我也不算攻略失败 本以为日子 会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 可就在念念六岁生日那天 徐静欢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是怎么认出 她是徐静欢的白月光吗 答案很简单 徐静欢看到她时 罕见地在人前失态了 她手里的咖啡杯 被摔了个粉碎 惊呼出声阿晨你 你是回来找我的吗 当我看到顾晨的脸时 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我只是顾晨的替身而已 哪有什么一见钟情 徐静欢喜欢的 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眉眼 顾晨的男主 光环强大地让人害怕 她一回来 徐静欢就不惜 拿自己的公司当嫁妆 死皮赖脸地要嫁给她 就连我的念念 也被顾晨迷得神魂颠倒 她一脸心心眼地望着顾晨 帅叔叔 你跟我妈妈结婚好不好 我想要你当我的爸爸 顾晨指了指 正在厨房忙碌的我 可我听说她才是你爸爸 念念的头 瞬间摇得像颗波浪鼓 才不是她没你帅 又没你聪明 除了做饭 其他什么事都办不好 妈妈不喜欢她 我也不喜欢她 我们三个人 才应该一起生活 顾晨只是倾笑着 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 她甚至都不屑趁机 向我挑衅 在她眼里 根本没把我当作对手看待 也是我只是个家庭主夫 哪里有本事 跟人家总裁抗衡 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终于明白 徐静欢对我的那些索取 那些控制那些偏执的战友欲 都起源于顾晨 她可是书里的病交女儿 喜欢顾晨这个男主 那是天经地义 只是我没想到 就连流着我的血的念念 也会被顾晨吸引 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 说说笑笑 更像是一家人 胸腔里的酸色感 沿着血液迅速蔓延到鼻头 我吸了吸鼻子 不想再看下去 还不如早点离开 我呼叫系统 我要放弃任务 反正完不成任务 也得死 还不如早死早超生 与其在这里 看他们三个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还不如早点投胎算了 系统劝我顾晨 不会同意跟徐静欢结婚的 她只是利用徐静欢 来其梳理的女主 除了顾晨 徐静欢也不会嫁给别人 只要她不嫁给别人 你就不算任务失败 活着才有希望 我还能有什么希望 在被徐静欢折磨时 我就想过一死了之 当时我一直给自己洗脑 跟自己说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可以回到我原本的世界 只要还清债务 只要有现金流 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在被她折磨了一年后 才意识到她不会嫁给我 也就是说 我不会有攻略成功的那一天 我没办法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也想过去死 我想着 既然不能控制自己怎么活 那我总能控制自己怎么死吧 但我却被念念的笑 给绑住了手脚 我爱她 我希望给她所有的爱 我一个大男人 为了念念每天看月儿频道 就在我把含辛茹苦地 把她养到六岁时 她却说要别人当她的爸爸 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都坍塌了 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看我心意已决的模样 系统沉没了几秒 我可以帮你回到你的世界 但我只能把你之前 欠下的债务给平掉 不能再额外 给你提供创业资金了 好 我忙不迭地同意了 三天后 顾晨和徐静欢的订婚宴上 我化作一道白光 回到了现实世界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白光闪过的前一秒 我似乎看到徐静欢 满脸惊骇地奔向我 奇怪有顾晨在 他怎么可能还在有我的死活 一定是错觉五年后的今天 我创业成功跟老婆一起 敲响了代表着上市成功的钟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是我没想到 还能再次听到 曾经在熟悉不过的系统音 我知道我不该来打扰你的生活 但是念念根 跟当年的你一样 被关在那栋别墅 只要写错一个字 或者念错一个单词 其实有时候没有犯错 都会被徐静欢又打又骂 还有徐静欢 最近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 非带着念念一起闹自杀 还说只有这样才能见到你 这又是闹的哪一出 当年不是费尽心思 要跟顾晨结婚吗 怎么现在又想起我来了 所以我想求你回去一趟 听完系统的话 我叹了口气 决定开个家庭会议 一起商量一下 毕竟现在不像五年前之前 我是截然一身 可以说走就走 现在不仅为人夫 也为人妇 不能再那么冲动 我的老婆叫宋元乐 她给我曾经灰暗无比的人生 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跟她确定关系之后 我就对她交代了 我穿书的那段经历 听完我重新讲了一遍 穿书间发生的事 和想要回去看望念念的想法后 宋元乐斩钉截铁地说 我支持你回去 大人的事情我不好评价 可孩子是无辜的 她也就比林玲大五岁 我也不忍心 她小小年纪就陷入抑郁 林玲虽然似懂非懂 但还是跑过来抱住了我 爸爸被关在别墅的时候 一定很难过吧 念念姐姐也好可怜 天天被打骂 林玲也支持你去看看她 说完后 她又睁着大眼睛跟我确认 可是如果爸爸 你过去之后 又被关起来怎么办 那我岂不是见不到爸爸了 系统赶忙解释不会的 只要你跟我说想回来 我就马上送你回来 我把系统的话 转达给老婆孩子之后 一向沉稳的宋元乐 突然提高音量 我只有一个要求 带我一起去 我惊讶地看向她 宋元乐笑笑 回握住我的手 系统犹豫片刻后 咬咬牙答应了 下一秒我就出现在了 被囚禁整整一年的别墅中 看到我突然现身 徐静欢似乎不太惊讶 你回来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 给我一种 好像我并没有消失五年 好像只是出去买了的菜 买完之后 就回家来的感觉 念念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 她切生生地望着我爸爸 你你回来了 五年的时间 让她整个人变了样 尤其是她的神态 完全没有往日的自信和得意 即使是在她妈妈的别墅里 她都有一种畏畏缩缩的感觉 我苦笑着说你 你不是想让顾晨当你爸爸吗 怎么又闹着要见我 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惊恐 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猛地跪了下来 对不起爸爸 对不起之前是我不懂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只是问了一句话 都还没有发火 她居然都吓成这样 可想而知 她平时在这别墅 过的都是什么生活 念念看我不说话 竟对着我磕了个想头 爸爸我错了 你别不理我 看着她可怜的样子 我不禁联想到 我的另一个孩子玲玲 玲玲从小都没挨过她 我跟宋元乐生气到极点时 也只是让玲玲面壁反省 从来都没动过手 更没有让她下过柜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我还是有些动容 我上前扶起念念好了 别动不动就下柜 爸爸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念念抱住我的脖子 爸爸我好想你 我最近学了好多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徐静欢一把拽走 回你的房间去 我跟你爸爸有事要聊 念念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我 不舍得走进房间并带上门 看着女儿没落的样子 我的胸口燃起怒火 她不应该过这样压抑的日子 她应该在阳光下肆意奔跑 不该被徐静欢 局限在这华丽的牢笼中 我忍不住质问徐静欢 不管怎么说念念 都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 徐静欢的眼神中 再次出现病态的痴迷 她缓住我的脖子 我不这样对她你会回来 真是个疯子 当初对我气如鼻里的人是她 现在不惜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要逼我回来的人 还是她我伸手推开她 把你的手拿开 我已经结婚了 徐静欢脸上的笑容 却越发灿烂起来 她捏住我的手腕 把我戴到衣帽间 她拉开天鹅绒帘子 露出里面洁白的婚纱 你不是说想跟我结婚吗 明天咱们就可以办婚礼 说着她把头纱 戴在自己头上 期待地看着我 漂亮吗 我无奈地看向天花板 我说过我已经结婚了 徐静欢勾唇一笑 你是不是还在介意顾晨的事情 之前确实很介意 甚至听到顾晨两个字 都有些自残行贿的感觉 但现在我已经完全释怀了 要不是她非要嫁给顾晨 我也不会有现在 这么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摇头现在已经不介意了 我过来只是为了看念念 跟你无关 徐静欢强行抱住我的腰 只要你答应留下来 我就放了念念留下来嘛 好不好 她还不知道回去之后 我一直坚持健身 尤其是喜欢练习格斗技巧 为了就是再也不会被人牵制住 我捏住徐静欢的虎口 剧烈的疼痛 让她不得不放手 我不会留下来 我还要回去陪我老婆孩子 徐静欢并没有就此罢休 她弯下腰舔了舔我的手指 媚眼如丝地望着我 我可以跟你结婚念念 就是你的孩子 我冷漠地抽回手指 拿出纸巾擦干她留下的口水 好一个可以跟我结婚 我之前可是认真地想过 要不要跟她结婚 要不要为了她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段 看上去很像是一家人的温馨时光 可自从顾晨回来之后 一切都变了 她目光的焦点 只停留下顾晨身上 对我爱搭不理 甚至在她的眼里 我还没有顾晨的狗重要 为了能让顾晨早上多睡一会 她吩咐我 每天早上五点天不亮 就起来遛狗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 本来就怕狗 再加上那条德木不知为何 对我满是敌意 一见到我就狂吠 我不敢接她手中的牵引绳 慌慌我 我不知道怎么留 司机大哥挺喜欢狗的 让她去留行不行 徐静欢冷笑 千条狗你都不会让司机留 你知道这狗多少钱吗 万一她偷走了怎么办 她牵着的德木 将狗杖人士四个字 发挥的淋漓尽致 她话音刚落 德木就对着我狂吠 似乎也知道我的地位很低 连条狗都能欺负我 最后我还是无奈地 接过了狗声 因为她说不听话 就不让我见念念 没办法 为了女儿 我只能听话 我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刚出门的时候 太阳很大 走过一条街之后 就猛然刮起大风 那时我突然想起来 天际预报说 台风很快降临 我扯着牵引绳 想往回走 可德木却倔强地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我把她弄疼了 她会咬我 也不敢是太大的劲 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 我只能被德木拖着往前走 迎面的风越来越大 很快 大颗大颗的雨滴 就落了下来 啪的一声 路旁的树枝被风吹断 德木被吓了一跳 控制不止地开始狂奔 她突然发力 我根本就控制不住 可我也不敢松开手里的绳子 如果狗丢了 那徐静欢一定不会放过我 德木带着我跑到河边 眼看离河水 只有一步的距离 我拼尽全力 把她往回拉 可她却不知道发了什么风 硬是要往河里冲 我一个没站稳 就被她带进河里 湍急的河水 瞬间没过我的膝盖 没过我的腰部 四面八方的水 都朝我涌过来 耳边还能清晰地听到 河水正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想呼救 想游上岸 但我却不会游泳 越是扑腾 距离岸边就越远 在这极度的恐惧中 我听到了徐静欢的声音 快下去救人 她的声音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救命稻草 原来 她还是在乎我的 刚出世 她就赶来现场救我了 但我没想到 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 慢着 还是优先救狗吧 那可是顾晨最爱的狗 这段耻辱的记忆 我到现在都还没忘 我冷漠地看着 满怀期待的徐静欢 之前 我在你眼里 不是连条狗都不如吗 怎么现在又要求我结婚了 徐静欢呼吸一致 我跟顾晨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 你也跟别的女人结过婚 我们就当之前的事都没发生过 好不好 不好我把她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的奉还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别敢笑想嫁给我 来之前 系统已经跟我透露了她的近况 是她提出要跟顾晨离婚的 顾晨不同意离 她只好净身出户 现在的她 名下除了这一栋别墅 什么都没有 而我的公司已经上市 名下的房产和车子 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一共有多少 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小姐了 而我 却是炙手可热的科技新贵 不管从情感选择或者是社会地位上来看 她都已经配不上我了 她低头 只见不自觉的微颤 你这样说 是因为我答应她近身出户吗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 不同意的话 她就不答应离婚 我只能 我不耐烦地打断她 就算公司还在你手上 我也不会娶你 我现在已经有家庭 有可爱的孩子 急着过来 只是怕念念出十泪水 沿着她的脸颊滑落 我还以为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 在这个世界里 我确实陪她过了好几次生日 不过 我还真忘了 她生日到底是哪天 只记得是在七月份 剩下十分 没想到 居然就是今天 她握起拳 不轻不重地垂在我的身上 你就不能骗我一下吗 只要你说记得 我就信你 她这点力气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简直就像挠痒痒 因此 我没有躲闪 也没说话 任由她发泄着 她的失落和不满 她带着情绪 是没法沟通的 得等她全部释放出来 才能跟她心平气和地谈谈 只是 我没想到 念念却突然打开门 冲了出来 她不管不顾地伸出双臂 挡在我面前 妈妈 你别打爸爸 要打打我好了 看到她那拼命 护住我的瘦小身躯 我鼻子忍不住发酸 这孩子在受过这么多苦之后 居然还能保持住 善良的底色 念念边哭边对我说 爸爸 我知道 你是因为我说 我想让顾晨叔叔当爸爸 才会离开的 我不是真的想让顾晨叔叔 当我的爸爸 那些话 都是妈妈教我说的 她跟我说 只要我能把顾晨叔叔留下来 她就不再拿针扎我的指甲了 什么 原来徐静欢早就开始 虐待念念了 那年念念才六岁 她怎么忍心 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 徐静欢冲上来 抓住念念的衣领 抬起右手 又想打她耳光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些了 不诚实的孩子 就要接受惩罚 我眼疾手快地护住念念 你再敢对她动手试试 念念看到我为她撑腰 含泪掀起身上的长袖 她那洁白的手臂上 布满了歪七竖八的伤痕 那些痕迹已经发青发紫 一看就是陈年旧伤 她的指甲也异常的短 指甲盖下面全是黑乎乎的血迹 鼻腔里的酸液迅速窜上天灵盖 深呼吸好几次 我才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忍不住吼道 徐静欢 念念可是你轻生女儿 你为什么这么对她 徐静欢的脸上却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回应 反而笑得张狂 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要不是我这样训练她 她能这么听话吗 你猜她为什么一见我们就笑 那是因为 她知道 不笑就会挨针 你不也喜欢这样的她吗 我是喜欢念念对我笑 没错 但那是因为 我不知道她的笑容背后 居然藏着这么多的痛苦 而且 我爱她又不是因为她会笑 也不是因为她不哭不闹 我爱她只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不管她怎么样 我都会爱她 我狠狠地瞪着徐静欢 要不是看她是女人 我真想打她一顿 让她跟着你这样的母亲 还不如一直让保姆带她 没有血缘关系的保姆 都比她对念念好一百倍 徐静欢却无耻地反问道 你以为我想带她吗 我以为 你消失之后 她就会跟着消失 谁知道 她不但没消失 还天天缠着我问 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每天吵得我头疼 我才不得不找了个保姆过来 照顾儿女本来就是她 作为母亲应尽的义务 而且这个孩子 也是她执意要生下来的 没想到 她却只管生 不管养 我继续问她 你不是已经如愿嫁给顾晨了吗 你应该开心才对 为什么还要折磨念念 为什么还要带着念念一起闹自杀 逼我过来 她笑得妖艳 那是因为 我跟她结婚之后 才慢慢发现 我爱的人不是她 我一直以为 我只把你当做她的提身 可当你真正消失之后 我的心就空了一块说到这里 她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情 我告诉自己 顾晨也许可以弥补这一块的空缺 可是事实是 心脏空得越来越大了 没有你 我真的活不下去 我勾起嘴角 可是 没有你 我却活得很好 这五年来 我每一天都够得很幸福 我很感恩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恩 徐静欢把眉毛 挑成一个夸张的弧度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去送元乐 只是为了你的公司而已 为了确保我的安全 我跟元乐 一直开着远程通话 此刻 她也听到了徐静欢的话 虽然她没有问我什么 但耳机里 却传来杯子 硬生碎裂的声音 我不约到 你乱说什么 我跟元乐 虽然是相亲认识的 但我娶她 只是因为我喜欢她而已 跟公司无关 徐静欢赤笑一声 你连自己都骗不过 还想骗我 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说了 我喜欢的人 是他徐静欢 露出一切 竟在掌握中的表情 那你当年 为什么死皮赖脸地想娶我 我历生反驳道 我想娶你 更多的是为了念念 你少自以为是 念念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拉了拉我的衣角 给我端来一杯温水 爸爸 别跟妈妈吵了 坐下歇歇 别把身体气坏了 嗓子已经干得冒烟 我接过念念的水 一饮而尽 刚喝完就感觉 四肢越来越软 整个人像是踩在棉花上 念念用小手摸了摸 我的脸 爸爸 对不起 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 才能让你留下来 无力地瘫倒在地时 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念念居然给我下药了 出发之前 我就想过徐静欢 可能会故技重施 再次把我给关在这里 为此我做了十足的防范 首先 我练了好几年的格斗 在我清醒的状态下 他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 强行把我烤住 再一个 我知道他手上有各种药物 每次靠近他的时候 我都屏住呼吸 怕吸入什么控制类的药品 我做好了各种防范 偏偏没有想到 对我下手的居然是念念 眼皮越来越重 我再也支撑不住 重重地跌倒在地 睁开眼时 我绝望地发现 这次不光是手腕处 被牢牢烤住 连脚都动不了 徐静欢的手 抚摸过我的脸庞 温柔地劝我 别乱动 受伤的话 我会心疼地 我咬紧牙关 给我解开 要不我现在就跟系统说 要离开徐静欢笑的 整个人都在发抖 难道你没发现 你已经有一段时间 联系不上你的系统了吗 经过他的提醒 我才意识到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脑中的系统 就再也没有跟我对话过 我忍不住喊出声 你还在吗 怎么不说话 不是说好 只要我想回去 随时都可以送我回去吗 徐静欢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说过 你是我的 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抢走 可我不想留在这里 玲玲还在家里等我 袁乐也跟着我 来到了这个世界 如果我走不了 他应该也只能被迫留下 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 喘着粗气威胁道 徐静欢 就算这样 你也得不到我 我宁愿死 多不想再被你控制 放心 你死不了 你的命也是我的 他眼眸里的那抹疯狂 越来越浓厚 他漫不经心地 指了指床头的营养液 绝食是没用的 我这里有营养液 我不建议每天按时为你喝 我只能劝自己冷静 毕竟 现在动都动不了 系统也联系不上 我只能先假意迎合他 以免他做出更疯狂的举动来 我紧闭双眼 做出一副绝望的样子 我承认我输了 但你也得让我输个明白吧 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控制系统的 就这么想知道吗 徐静欢脸上绽放出 如孩童一般天真的笑容 那你得把我哄开心点 对了 今天可是我生日爱 你都不祝我生日快乐的吗 要不是亲眼见识过 很难想象笑容背后的他 竟有那么变态的一面 我苦笑着说 来得匆忙 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 给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唱完之后 徐静欢勾勾手指 示意我靠近 我不仅知道 你离开我的五年间发生过的事 我还知道 五年前 你是因为创业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财过来的 他摸缩着我差点快要惊掉的下巴 才听到这里 你就惊讶成这样 那 如果我告诉你 就是我让系统把你送过来的 你还不得下晕过去 脑子里瞬间轰的一下 像是要爆炸了一样 我一直以为 是我选择了这个任务 并在这五年间 一直为我这个决定感到无比后悔 我实在是没想过 居然是他选中了我 我木然地看向他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 徐静欢紧盯着我 因为 你是系统能找到的人中 最像顾沉的 我接着问 所以说 五年前我创业失败 也是你的杰作 徐静欢笑着点点头 对啊 如果你创业成功的话 肯定就不会答应系统过来了 呵 原来如此 就为了让我过来当顾沉的替身 他不仅毁了我的事业 还拿走了我的自由 我好奇地问 但你后来不是如愿嫁给顾沉了吗 为什么又要离婚 徐静欢歪着头 像是在思考 嫁给他之后 我才发现 我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他没你听话 也没你讨人喜欢他所谓的喜欢 只不过是对宠物的喜欢而已 他只喜欢顺从的 听话的 就算是偶尔会反抗 也得是他能接受范围之内的反抗 也只有我这种有求于他 包补 是有求于系统的人 才会毫无怨言地配合他玩那些所谓的成年人的游戏 从小就众心捧月的固承 自然是不会事事都依着他 他娇笑着解开我身上的束缚 反正你也回不去了 跟我结婚 好不好 你可以在这里过跟之前一样的生活 你还想创业的话 我也会尽全力支持你 你不是说为了念念过来的吗 有你在 我就不会再对念念动手了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他刚怀孕的时候 也曾对我说过好好过日子的话 可结果是 他把我当成一个见不得光的宠物 尤其是在顾晨回来之后 我过得简直连条狗都不如 这次 我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 反正也回不去了 我也没必要再迎合他 只是苦了跟我一起过来的云乐 他是为了我才过来的 如今却要被我连累到不能回家 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团聚 我刚要反驳 耳朵里却传来云乐的声音 听我说 你现在就答应跟他结婚 让他给你办一场户外婚礼 务必让念念做花童 说完这句话之后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甚至有点怀疑 刚才听到的话 是不是我精神混乱产生的错觉 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我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把要求转述给徐静欢后 他干脆利落地答应了 可以 只要你愿意跟我结婚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除了不能单独出门 其他的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 我们今天就结婚好不好 不对 今天不行 今天我来不及准备 三天后吧 我们三天后就结婚 在这三天里 他完美地将自己伪装成 嫌弃良母的形象 他早上六点就起床 给我和女儿做早餐 吃完饭后 他亲力亲为 送女儿上补习班 面对女儿的偶尔的小性子 他也能有耐心的安抚 中午 他还会冒着大太阳开车回家 亲自给我带午餐回家 我现在做饭的手艺还不太好 只能委屈你先吃餐厅里的菜了 不过 你放心 我会努力精进自己的厨艺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简直难以想象 刁蛮任性的他 居然会为我变得这么体贴入味 最让我意外的是 在他发现我翻看钱包里的家庭照时 居然没有发表 而是一脸认真的对我说 只要你好好跟我过日子 我不介意你把我当成宋元乐 甚至 你可以把念念也当做零零的替身以前 可都是只有他把别人当替身的份 现在 居然在我面前说 不介意当别人的替身 我缓缓勾起嘴角 不 你不配做他的替身 而且 我也不稀罕什么替身 他哀求实的看着我 我可以的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也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可以模仿得很像 我笑了笑没说话 心里却在想 无论有多像 他终究都不是我的原了 徐静欢邀功师的告诉我 我跟念念请了个家庭老师 他还是心理学博士 念念很喜欢他 我客套而疏离的跟他说了句谢谢 他看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递来一本图册给我 我真的比你想的要了解你 你喜欢这套西装 对不对 他翻开的那一页 赫然就是我四年前结婚时穿的那套 我跟送原乐的婚礼不算隆重 但很温馨 宴会上出现的所有东西 小到喜堂 大到婚纱和西装 都是我亲自挑选 但现在要结婚的对象是徐静欢 我提不起一点安排的兴致 我冷淡的说 多心徐静欢见状也不敢勉强 咬着下唇 委屈的说 那好吧 那我就自己决定了 如果是送原乐脸上露出这种表情 我肯定会马上搂着他 轻言轻语的哄他 但他不是送原乐 所以我没说话 只是目送他离开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天还没亮 徐静欢就兴奋地敲开我的房门 我就快就要正式成为你的新娘了 我勉强提了提嘴角 恭喜他看得出我对他并不感兴趣 于是叫来念念 过来 让爸爸看看世界上最可爱的小花童 念念捧着百合花 身穿洁白的小礼裙 头上的小啾啾上还戴着头纱 他不好意思地看向我 爸爸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只是太想你了 我不忍心咳责他 他终究也只是个渴望父爱的小女孩 可 灵灵还在家里等着他的爸爸 我也说不出原谅他的话 我摸了摸他的头 你今天很漂亮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 徐静欢的父母倒是还在 但也因为故城的事情跟他断清了 所以 没办法走街亲的环节 空下来的时间 徐静欢找来摄像师 给我们拍家庭照 摄像师举起机器 对着我们撒 哎 对 爸爸在我妈妈那边测一点 三 二 一 好了 再来一张 爸爸笑一笑 不要一直板着脸哦 本来 我是笑不出来的 可看着念念那期待的目光 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 一直撇着嘴角 不错 这张拍得很好 你们三个人的表情都很好看 终于应付着拍完后 徐静欢满心欢喜地牵着念念去挑选成片 而我却在想 也不知道袁乐和玲玲现在在干什么 袁乐那么聪明 希望她已经找到回家的办法了 这样的话 起码玲玲还有妈妈陪着 不会那么孤独 喧闹了一阵后 摄像师看了眼手腕上的表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三位主角都入场了入场时 徐静欢紧紧挽住我的胳膊 正怕我当众逃跑似的 我又能跑到哪去呢 在这个世界 我没有朋友 也没有要好的家人 没人会收留我 婚礼金星曲在耳边响起 在我听来 更像是我下半生无趣生活的开场曲 牧师捧起手中的圣经 问道 你是否愿意做他的新郎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 我听都懒得听完 就含糊地说了句愿意 徐静欢有些不悦 但还是耐着性子 扬起微笑 在牧师问完他相同的问题后 他虔诚地看向我 我愿意按照流程 牧师接着问道 在场的人 有没有人反对 徐静欢胸有成竹地说 你放心 没人会明目张胆地得罪徐家 不可能有人跳出来 他的话还没说完 观众洗礼 就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反对众目睽睽之下 宋元乐坚定地向我走来 不太抱歉地通知你一下 他是我的老公 不能跟你结婚徐静欢文言 恶狠狠地瞪着他 就算你毁了这场婚礼也没用 你们俩都走不了 是吗 那你看看 这是什么 宋元乐捏起一颗小药丸 不好意思 我有解药徐静欢皱起眉头 拽着念念的小辫子 给了他一巴掌 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不是说想让爸爸陪着你吗 为什么要把泄药给外人 念念啜气着说 可是 可是我不想看到爸爸这么伤心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可我不想让爸爸 也只能一辈子被关在这栋别墅里 就在我即将要碰到那颗药丸时 徐静欢突然发痕抢了过去 他眼急手快地将药丸塞进自己的肚子 宋元乐 你都不过我的 你只是他的将就 他真正爱的人是我 我只后悔 我居然这么晚才认清自己的真心 我就不应该放他回去的 不过也无所谓 他对你也没什么真感情 他娶你 只是为了你的人脉而已 眼看尽在直屎的回家机会 被徐静欢抢走 我气得恨不得伸进他的喉咙 把那颗药给掏出来 正在我快要忍不住动手时 念念却悄悄靠近 一脸绝望地把袖子里的小瓶子塞给我 宋元乐轻笑 你那叫爱吗 你所追逐的 不过是肾上腺素带来的兴奋而已 你根本就不爱故城 也不爱江阴沉 你爱的是你自己 更准确地说 你爱的是一种得不到的荆棘感 男人越是拒绝你 你就越是死缠烂打 想要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 一旦男人真的爱上你 或者说被你感动 你就会觉得这一切所让无畏 徐静欢眼神有些闪烁 但还是强装镇定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我跟故城离婚 是因为 我突然发现我爱的人 是将阴沉送元乐轻轻摇头 你跟故城离婚 难道不就是因为 他说想跟你生个孩子吗 你听到这话 就觉得他被你收服了 所以就对他没兴趣了 为了摆脱他 你不惜净身出户 这时 你又想起了突然消失的江阴沉 通过系统 你得知他现在过的幸福美满 你就不平衡了 非要逼他过来跟你谈情说爱 这样你才能收获满 徐静欢尖叫着打断 别说了 我不想听 我只知道 你们现在都走不了了 虽然现在徐家的视力大不如前 但关注你们俩 还是绰绰有余 我知道 你有的是办法来对付我们 我打开送元乐趁乱递来的瓶子 一口吞下药丸 只可惜 我们不会留在这里 刚吞下去几秒 脑海中的机械音就响了起来 对不起 宿主 我不知道他的别墅里 有干扰脑波的程序 也不知道 他居然偷偷找人买了这种精药 这些天 我一直能听到你的声音 但就是不能跟你对话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他没办法控制我 他知道的那些信息 都是通过读取你的脑波获取的 这个世界对于大脑的研究 确实要比你本来的世界 要更先进一些 但他也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厉害 他要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 去买精神控制类的药物了 现在想来 他说那些话 应该是为了让我死心 让我觉得他的能力很强 让我觉得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回去 这样 就可以死心塌地的陪着他 徐静欢看我的表情 就知道 我正在跟系统对话 扑通一声 他当众跪了下来 我求求你 不要走 好不好 你别听那个贱女人胡说八道 我是真的爱你 说完 他当众掀起婚纱下摆 露出有些眼熟的疤痕 想起来了 他也从我身上相同的部位 留下过这些痕迹 他哭红了眼 你看 这些都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那个贱女人能为你做到这个地步吗 宋元乐不屑地笑着 确实不能 因为 我根本就不会这样伤害他 我揽过元乐的肩膀 徐静欢 你不是读取过我的脑波吗 那你应该知道 我跟元乐压根不是家族联姻 我俩是青梅竹马系统 忍不住插话 他那样说 要么是不愿意承认现实 要么就是科技还不够发达 可能只能提取出来部分片段解读 不过 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重要了 我蹲下来 跟念念做最后的告别 我附在他耳边 小声说 别墅二楼的厨房 有通往外界的密道 门口的保安 一般是半夜三点换班 进去之后会很黑 但你不能回头 要一直往前走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如果能把你一起带回去 就好了前不久 我还开玩笑问古灵灵 想不想要二胎 结果灵灵居然说 她想要个姐姐 还说想保护姐姐 如果念念能一起回去的话 肯定会跟灵灵相处得很好 徐静欢哭得差点背过气去 阴晨 你真的要走吗 我做得还不够好吗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你都比不上 袁乐徐静欢 悲愤地擦了把眼泪 再次把怒火 发泄在念念身上 他掐住念念的脖子 都怪你 现在爸爸要走 你开心了 江阴晨 我告诉你 你敢走的话 我就杀了他 念念的脸胀得通红 但还是强撑着告诉我 爸爸 我没事的 你快走吧 弟弟还在等着你 我已经记住你的脸了 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还要你当我的爸爸 我忍不住召唤系统 就不能带他一起回去吗 他留在这里 很可能会死的 系统 你非要带他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代驾驶 带他走 我斩钉截铁地说 不管是什么代驾 我都要带走他 说完这句话后 眼前出现了一道白光 徐静欢睁大眼睛 看着这一切 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握拳 支架刺入掌心 鲜血顺着手指低落 再次睁眼时 我发现我回到了 自家的别墅 坐在凳子上的宋元月悠悠转醒 我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回来之后 才感到一阵后怕 系统该不会是要我一换一吧 可我很贪心 哪个家人都不想失去 宋元乐摇头 我没事 玲玲呢 以往 玲玲只要听到我说话 就会蹦蹦跳跳地跑下来迎接我 可今天 二楼却罕见得异常安静 系统所说的代驾 不会是要玲玲的命 换念念的命吧 我跟宋元乐对望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神中读出了担忧和绝望 这时 楼梯处突然传来脚步声 我惊喜地抬头一看 却只看见念念的公主邪 我不敢再往上看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落 玲玲只是个四岁的孩子 怎么救 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玲玲 是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 你为什么说对不起玲玲啊 清脆的童音传来 该不会是幻觉吧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抬起头 楼梯上 念念正抱着玲玲 念念看到我后 撅起小嘴抱怨道 爸爸 弟弟好会撒娇呀 一看到我就让我抱他 玲玲的小脸有些红 才不是 明明是你说我可爱 非要拟我的脸蛋 还要抱我下楼 送元乐飞奔上楼 抱住念念和玲玲 你们都可爱 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自然也不能缺席 也冲上去抱住他们 确然他们都健康之后 我才稍稍放下心来 我不满地问系统 都是老熟人了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害得我担心那么久 系统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容易吗 带这么大个孩子过来 我还得给他做身份 给他办入学 我可是一课都没闲着 我弱弱地试探道 那个你说的代价 到底是什么 说出来 你可别被吓坏了 系统刻意顿了顿 代价就是 你那刚上市的公司 也就是说 你又要重新白手起家了 没问题 我忍不住校出生 只要家人能健康平安 我再白手起家几次都可以 系统犹豫了一会 才开口 有件事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玩笑道 一般这样说的事 都是不当讲的 算了 我今天心情好 你说吧系统 你们走后 徐静欢就疯了似的 在别墅里到处找你和念念 一直没找到 他就把家里的娃娃 当做你跟念念 非要给你们做饭吃 顾晨知道这件时候 故意来刺激他 跟他说那些娃娃 不是念念也不是你 他就从厨房拿出菜刀 说要跟他同归于尽 当然 他也打不过顾晨 争执中 他砍伤了自己 也不知道是不是顾晨做的手脚 他没能下手术台 直接宣告死亡 我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云乐 暂时还不能告诉念念 他还小 怕是接受不了妈妈的离世 云乐长叹一口气 他也挺可怜的 不过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也跟着叹了口气 我跟他的纠缠 总算到此结束了 而我们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才刚刚开始 念念翻外 我爸爸在我六岁的时候消失了 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妈妈找遍了全国 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我学着爸爸之前的样子 轻轻地拍了拍妈妈的背 安慰他 妈妈 你别伤心了 爸爸也不想看到你这样的 可妈妈却甩开了我的手 还把我按倒在地 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要不是你说 想让顾晨让你爸爸 你爸爸怎么会走 我误言着解释 可是 那些话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妈妈上来就是一脚 我让你说 你就说 我让你去死 你去不去 我无言以对 只能沉默 妈妈不喜欢狡辩的小孩 我继续辩解 只会让他打得更狠 打完我之后 妈妈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关了三天三夜 出来时 她的眼睛肿肿的 但眼里却闪着兴奋的光 我还是要跟顾晨结婚 她看到我跟别人在一起的话 肯定忍不住会回来找我 经过我时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怎么不跟你爸一起消失呢 我不敢看她 色缩着躲在墙角 过了一会儿 她却大笑着说 不过 你留在这也好 你爸爸他是个心软的人 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回来看你 我以为 她这样说的意思是 会把我带在身边 没想到 她却以筹备婚礼太忙为由 把我丢给保姆 不过这样也好 我安慰自己说 起码保姆阿姨人还不错 不会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打我 跟阿姨接触了一段日子之后 我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 读错字不算犯错 阿姨的女儿比我大 但还没有认识的字多 可阿姨还是很爱她 每晚都会抱着她 给她讲故事 妈妈就从来没给我讲过睡前故事 可能是我还不够好吧 所以 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成绩稳定前三 体育项目也都能拿到名次 每次 成绩出来之后 我都会兴奋地让阿姨通知妈妈 可妈妈 却一直没来看过我一眼 直到四年后 她突然现身 往阿姨身上甩了个醒风 我要把念念接回去 这些是你的辛苦费 不光是我 阿姨也舍不得 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可以不要这些钱 这些年 我对念念好也不是因为钱 我只想问问 能不能 能不能在您方便的时间 去看看念念 不行 妈妈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 你算什么东西 念念是我的女儿 是你能说看就看的吗 看着阿姨掉眼泪 我也忍不住哭了 妈妈看到我擦眼泪 恨铁不成钢地给了我一耳光 你可是我徐静欢的女儿 怎么能为这种微不足道的人哭 我很想说 阿姨不是微不足道的人 阿姨是我的生活中 为数不多的光 她对我 跟对她亲生女儿一样好 可我只能在心里想想 没敢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 说出来的话 不但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还会爱更毒的她 回到别墅之后 她更是变着法的惩罚我 每次打完我 她都会神神秘秘地 跑进爸爸的房间 嘴里还念叨着 不应该啊 我这一次鼻子打得很 我的硬撑很心软的 怎么还不回来 我这才明白 她是想通过折磨我 让我爸爸回来 我也很想爸爸 但我却觉得 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的话 应该会更幸福吧 这一年里 她打到我的身上 再没有一块好肉 终于 她意识到了 这个办法没用 我刚想松口气 以为以后能跟妈妈好好相处 以为我能像别的孩子一样 被妈妈抱 被妈妈哄着睡觉 却没想到 她疯狂地看着我 跟我说 我们一起自杀吧 这样的话 你爸爸肯定会回来 我害怕地拼命挣扎 她却牢牢地攥住我的手腕 拿刀片往我的手腕上割 她轻声哄骗着我 不疼地 在强烈的害怕中 我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却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我掐了自己一把 嗯 会疼 所以 这不是梦 我跌跌撞撞地朝爸爸跑去 爸爸 你 你回来了 爸爸却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还问我 你不是想让顾晨当你爸爸吗 怎么又闹着要见我 完了 爸爸真的是因为我的话 才会离开 妈妈说得对 我就是个罪人 妈妈还说过 罪人就该跪下磕头谢罪 于是我赶紧跪下 祈求爸爸的原谅 爸爸很好 他立马过来扶我 还让我别动不动就跪 虽然我不太想要爸爸回来 不想让他跟我一样 每天都爱妈妈的他 不想让他像我一样 每天都被关在这屋子里 可看到爸爸的这一刻 我还是想抱抱他 我就是还住爸爸的脖子 想跟爸爸分享我的近况 却被妈妈一把拽开 他让我回自己的房间 没有妈妈的允许 我不敢开灯 我只能在黑暗中 偷偷听着爸爸的声音 可我却突然听到 妈妈对爸爸动手 这一刻我顾不得妈妈 所说过的规矩 打开门冲了出去 护在爸爸面前 妈妈 你别打爸爸 要打打我好了 我看到爸爸正担心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跟爸爸说了实话 告诉爸爸 那些想让顾成当爸爸的话 是妈妈逼我说的 我一直都没有讨厌过爸爸 在我心里 爸爸就是最好的爸爸 可妈妈却不承认这些 他又想打我 爸爸紧紧地护住了我 我忍不住继续给他 看了我身上的伤痕 我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是妈妈口中的坏小孩 因为啊 我给爸爸看这些伤 不仅是想控诉妈妈 也想让爸爸可怜一下我 甚至 我还幻想过 爸爸可能会因为我 而留下来 爸爸妈妈因为我 而大吵了一架 吵架中途 妈妈安排管家 进来跟我谈话 管家叔叔问我 你想不想让爸爸留下来 我重重地点头 当然想管家叔叔 递给我一杯温水 那你一会出去 把这个递给你爸爸 他就会永远留下来陪你 其实我知道里面不可能只是温水 可我终究还是没抵住 爸爸永远留下陪我的用 或在爸爸喝下那杯水的时候 我的心情又愧疚又有点 开心 愧疚是因为看到爸爸很信任我 一口气就把那杯水喝了得精光 他哪怕只有片刻的停顿 都能闻到水里有骨不寻常的味道 开心是因为 我知道爸爸要留下来了 可我还是不能每天都见到爸爸 妈妈托人给我找了个保姆 不对 与其说是托人给我找 不如说 是我自己找的 他让人拿了一堆简历过来 我一眼就挑中了 那位长得有点像爸爸的阿姨 做阿姨很温柔 不管我回答正确还是错误 她都会鼓励我 教完半天的课程后 我忍不住扯了扯送阿姨的衣角 你长得好像我爸爸呀 从阿姨蹲下来 慈爱的摸了摸我的头 可能 这就叫夫妻像吧 我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可是 爸爸跟妈妈才是夫妻啊 说完之后 我才想起来 他俩根本没结过婚 我补充道 我爸妈很快就要办婚礼了 你不信就过来看看 宋阿姨点点头 我相信你 但我也真的没骗你 其实 我也有点相信宋阿姨 距离爸爸离开 已经过去了五年 这五年间 妈妈都已经结了一次 还离了一次 爸爸跟别人结过婚 也不算奇怪 他拿出手机 给我看里面的照片 照片里的爸爸看起来 跟我记忆中的爸爸很不一样 我记忆中的爸爸很少笑 只有看到我笑的时候 才会跟着我笑笑 但照片上的爸爸 却一直理着个大牙傻乐 我翻看着照片 指着爸爸怀里的小男孩问 这个是 是你们的孩子吗 很可爱 他叫玲玲 是 是你的弟弟 宋阿姨的眼神 变得柔和起来 你要是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肯定会喜欢他的 他肯定也会喜欢你接着 宋阿姨告诉我 这五年来 爸爸不是消失了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他还说 他有办法带爸爸回去 只是需要我的配合 我犹豫了 没说话 我想 我确实不是好孩子 我明明知道 爸爸在他的世界 过得更开心 却不愿意放他走 可能 妈妈说的对 我这会装出一副 无辜的样子 实际上 心肠跟他一样恶毒 恶毒就恶毒吧 只要爸爸在 就好 宋阿姨告诉我 他知道我手里 有能让爸爸回家的药 我以为他要抢 正准备叫保镖时 他却温柔地笑了 我不会对你动手的 我知道 这样很残忍 如果我是你 在你这个年纪 我也舍不得 跟自己的爸爸分开 但是呢 阿姨很怕你爸爸 想不开做傻事 他刚从你们的世界 回来的时候 就整宿整宿地不睡觉 也不出门 虽然那时 我还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 他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可他也不愿意 看心理医生 为了他 我自学研究了心理学 陪着他大半年 他才敢踏出家门 他好不容易 才战胜自己的心魔 现如今又被囚禁起来 我怕他会 我知道 宋阿姨没有骗我 也没有夸大气词 因为 现在的我 就是这样的 我也不想出门 不想碰上别人的目光 只是我太害怕挨打了 才不得不装成 妈妈想要的样子 我把那曾经骗妈妈说 已经扔掉了的药丸 分给了宋阿姨一例 倒不是我有多高尚 只是我知道 妈妈肯定会想尽办法 想走的 我手里还有毅力 成功率最高的办法是 我直接给爸爸 但我还没想好 到底要不要给他 婚礼那天上午 我跟爸爸妈妈拍了三人照 即使爸爸的笑容是假的 即使我清楚地看到过 爸爸眼里 那隐藏不住的背上和思念 但我还是觉得 那张照片拍得很好看 因为他看上去 真的很像是 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举办婚礼时 宋阿姨站出来反对了 那一刻 我真的有点恨他 不过也就恨了两秒 毕竟他对我还挺好的 还跟我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把我也带回去 虽然 我才不需要他的机会 我要爸爸留下来陪我 可我看到 妈妈狼吞虎咽的咽下小药丸时 爸爸的表情 看起来就像是要碎了 我还是没忍心 一直藏着那颗药丸 尽管我知道 爸爸吃下之后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还是给他了 因为我知道 就算不给他 他也不会在这里游很久 以妈妈的性子 绝对会偷偷把宋阿姨给解决掉 爸爸看宋阿姨的眼神 那么痴迷 如果宋阿姨不在 那爸爸绝对也会找机会 妈妈掐住我的脖子 怪我放走爸爸 我深吸一口气 跟爸爸说 爸爸 我没事的 你快走吧 弟弟还在等着你 我已经记住你的脸了 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还要你当我的爸爸 爸爸愣住了 如果还能说话的话 我想说 愣着干什么 快点走啊 再也不要回来 可我的喉咙却不住地发紧 再也说不出话 接着 我听到爸爸声嘶力竭地说 要带我走 有这句话就够了 哪怕是现在被妈妈掐死 我也认了 但我 好像没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睁开眼 发现自己正躺在小床上 耳边传来男孩稚嫩的声音 漂亮姐姐 爸爸真给我带回来一个漂亮姐姐 我寻生望去 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爸爸和宋阿姨的儿子 他长得可真可爱 不像我 妈妈说我一看就一肚子坏水 男孩张开双臂 对着我求抱抱 我叫玲玲 我听到爸爸的声音了 姐姐可以不可以抱我下去 我很少跟人拥抱 有些抗拒他的提议 你自己不会走吗 这样说话 好像有点凶 我放软声音解释 不是 我意思是 你这个年纪 应该会走路的吧 玲玲嘟着嘴摇头 听不懂 我就要姐姐抱抱无奈 我只好抱着她 顺着楼梯往下走 爸爸不知道怎么了 正坐在地上哭 还是宋阿姨先发现的我俩 她紧紧地抱住我和玲玲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爸爸这才反应过来 跌跌撞撞地冲上楼梯 抱住我们 我被他们的情绪感染 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原来 这就是幸福的感觉 全文完 这就是幸福的感觉